记者叶永千屏东报道,九如忠义宫今天到屏东是慈凤宫景乡,七百名信徒们为了表达对声明的敬意,从清晨徒步出发,花了约四五个小时才从九如步行八公里到慈凤宫,相当的辛苦,但信徒都说跟着妈祖绕景,一点都不累。 九如忠义宫祭祀的妈祖是从屏东慈凤宫分林出去,每三年忠义宫就会到慈凤宫景乡,为了表达对声明的敬意,今年七百名信徒在主委苏仲义带领下沿着台三线步行到屏东是慈凤宫,沿路还有十二顶神教和镇头跟随不少信徒持乡,拿着天地扫场就这样走了四五个小时抵达,场面浩大,沿途吸引了许多人。 多民众的眼光,而慈凤宫的干部则是出妙相迎,屏东是中山路,永福路也进行了交通管制。 苏仲义表示,农历三月是妈祖的生日,信徒们提前来敬香是表达对妈祖信仰的诚心,虽然走了一整个上午,身体或许很疲累,但心中却是发喜满满不觉得累, 而信徒们手中除了持香外,也带着天地扫,代表着跟着妈祖绕紧,沿路扫除不解的东西,更是为民服务,替神明工作,相当的高兴。